外面天气很好 好 我不要睡觉 我们睡觉大熊起来 开烤 烧烤嘞 烧烤嘞 世界上有很多反常的东西 比如说鸡必定是哪来吃的 头发也不是为了保暖 连今天我们这个烧烤家 也是一次性的 好 一次性烧烤卢 我买了两个 我们就送了一块板 如果是出去烧烤 弹尿很大 烧烤架会比较麻烦 这种一次性 虽然你可能烤的少了一点 但是比较容易携带 我们来看一下它里面有什么 需要说明 第一步 打开支架 第二步 插入两侧支撑竹签 第三步 放入锡纸盒 第四步 摆起来 就可以烤了 这么简单吗 这是个锡纸盒 这就是烧烤架 这有木炭 然后这里是竹签 这东西需要搭起来 大家看一下 其实这东西是要薄的 特别薄 这样子吗 这样 不对啊 这个锡纸盒应该是卡在这里的 莫非是这样 然后把这个放在这上面 最后支架的放上去 那这样子就已经成了一个烧烤架了 这个碳应该是它最贵的东西了 这一个自动烧烤架价值是20块钱 那我觉得这个碳最少占了12块钱 其他东西没那么值钱 OK 我们现在准备点烧烤的材料 这些食材花了我将近50多块钱 给大家看一下都有什么 虾 虾 五花肉 烤肠 中翅 豆皮韭菜 玉米 牛丸 香菇 土豆片 豆皮菌菌菇 食材我们花了这么多功夫 我希望它能够成功 那么现在去院子里烧烤吧 这汤 二汤 二汤 这里烧烤 这里烧烤 Ses 廖 靠 怎么 真香 好香啊 这玉米肯定是熟了 熟了 就是这个料少了一点 看这个鸡翅宝 特别的香 完全的熟了 我发现了这个碳 其实还是有一定威力的 已经烤了有四五串了 可以可以可以 这个一次性烤炉比我想的 它要厉害一点点 来看一下这个烤肠 轻狂酥脆 特别香 白烤 真的有烤到那种外酥里嫩 厉害 我都觉得我的烧烤技能 已经上了一个台阶了 除了有点薰以外 味道都是刚刚好 功力还是很强的 大概从开始到现在 已经烤了三十分钟了 然后这个土豆片 本来是很厚的 现在已经烤得很薄很脆了 五花肉是最好的 肥而不腻 再加上一次叶子 还有这个虾 我们大概在这里烧了有 四十分钟左右 这个炭还是在持续的发热 有三四盆 这么大盆的 食物已经被我们烧掉去了 如果你在野外的话 带这么一个东西 又方便又巧巧 所以说还是不错的 那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已经被熏的眼泪都掉了好几次了 拜拜